各位朋友們好 最近好像經常有新的品牌給大家介紹 還是性價比非常高 不要讓它停了 今天繼續介紹一個新品牌 即是法國品牌 希望讀得對 名字叫Oberville 其實網頁都寫明是法國品牌 不過是國內生產的 所以令到價錢亦可以便宜一點 價錢其實蠻驚喜的 這支手錶一看就覺得非常高級 有個世界地圖在正中間 這支手錶是42mm錶徑左右 厚度大約14mm 錶2至錶2就是49mm 看到這支手錶的錶面 以及它這麼特別的月時方式 稍後再詳細說 一看我真的覺得好像雅典的Freq One 或其他高級牌子的手錶 而這支手錶面原來是低溫法狼面 我不知道低溫法狼高溫法狼的分別 總之就是法狼面 看到現在很大的鬧子 指著大約10時左右 我拉出了錶觀 你看到整個系統都在動 看到鬧子現在指著11時 指著12時 即是12時 再看看下面的透明轉盤 現在是零零 還有一個小的三個人指著 還有一個小的三個人指著 即是說現在是12時 看慣了其實又不是那麼難看時間 還有我真的覺得這整個鬧畫 真是整隻船 給大家看看夜光 中間看到轉著整個軚盤 其實應該是小秒針 所以時分秒其實都是有夜光的 整隻船 我真是想說這支錶可能真的要叫做中環四海 不是值得高斯丹頓才有 原來Oberforce這牌子都有一隻中環四海 我越看這支錶就越像有一隻船 在太平洋上航行 所以我叫這支錶真是中環四海 它的皮帶都是法國製的小牛皮帶 這支錶也是法國的品牌 所以整件事都是很配合的 反轉給大家看看 皮帶都寫著是Calf Skin 剛才說是牛皮帶 還有Handmade 還有看到這支錶是做透底的 亦都看到這個非常特別的駝 那支錶寫著是5巴50米防水的手錶 還有一旦動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底的軚盤都在轉 大上7吋的手錶是42mm錶徑 錶2至錶2是49mm左右 以一隻斯文錶來說 可能是比較大一點的版本 不過讓大家看清楚 這支船在太平洋上航行 當然要看清楚一點 還有很神奇的機芯是日本的Miyota 8系機芯 但改裝得這麼出神入法 這麼漂亮 真的忍不住要再照一下夜光給大家看看 是不是真的好像一隻船一樣 那個軚盤還在轉 就是小秒針 真的很漂亮的手錶 大家如果對這支錶有興趣 都可以去到尖沙咀的RM私人時間 記住跟老闆說看過這個channel 這支錶有多少錢呢 真是嚇到我 現在的手錶定價真的非常具競爭力 因為它本身的定價都是二千多元的價錢 二千多元港元 但現在當然有優惠了 其實現在是一千九百多港元 一千九百多買到一隻 用Miyota 8系改裝得這麼出神入化 看起來這麼高級的手錶 有沒有搞錯 真的 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不同的牌子 支持地區小店和拍片 未訂閱也麻煩大家訂閱支持 對我來說真的有很大推動力 其實我借了這支錶拿回家拍 我看到我的太太 我當然讓她看看 然後我跟她說笑 這支錶是一百萬的 她當然不相信 你只擺桌面當然不是一百萬 可能是幾萬元 接著我跟她說 不是幾萬元 是一千九百多 真是離譜 所以大家真的要快點去尖沙咀的RM 看一看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